第一就是說最後呢記得要把它全部儲存 還是要這樣 否則你這樣經常就是存完檔之後呢 不曉得自己的這個專案放在哪裡 全部儲存就把它放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假設我的 我先放桌面上好了 假設你的隨身碟指定之後 它會自動會幫你建立一個什麼呢 一個資料夾在你的 假設我放桌面 它就會放桌面上會多出一個資料夾 就是日期加專案的名稱按儲存就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桌面上應該就會產生一個 這個資料夾出來了 就這一個 打開來的話呢 直接開它就可以繼續編輯了 繼續寫程式了 那最後呢我們就記得把它關閉 檔案的部分把它關閉專案 就可以繼續下一個練習 那下一個練習就是二字十八頁這個地方 檔案我們就新一個專案 那這邊再把它改一下 990318 我們改一個專案名稱叫做常數好了 常數 一個變數一個常數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接下來一樣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 C-O-N S-T 這個是 專用的 等於是保留字 C-O-N 然後呢 我們就宣告什麼呢 P-I-S 什麼呢 就是 有小數點的 所以就Single Single 然後呢 直接指定給它什麼呢 3.14 後面應該還有啦 不過我們只是練習就算 就這樣就可以了 那P-I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宣告一個半徑 假設我這邊宣告一個什麼呢 半徑 宣告定 那半徑的名稱 這邊很長的一串 我們乾脆叫R好了 RS 因為它是一個整數 所以就Int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指定什麼呢 它等於半徑就指定給它100 就好了 好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撰寫程式 然後呢 就直接 嗯 這邊會出現Label 1 假設我Label 1 要顯示出來 Label 1.test 就是什麼呢 等於 圓周率 然後冒號M的後面就是pi 我先梳理個pi好了 中文字等一下再打好了 再來Label 2.test 就是半徑 等於半徑 我就先給它一個R好了 那前面等一下再打那個國字的部分 第三個的話呢 就Label 3 Label 3的話呢 它裡面的文字.test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圓周長 那我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做運算 運算的方式就是 我們應該都算過吧 圓周長的公式是什麼呢 是2乘上什麼呢 圓周率 再乘上什麼呢 半徑 就是它的什麼呢 周長 這是基本的公式 不過我如果前後要加那個自串 我還必須把它串 串在一起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2-19頁 它前後有刮符 這個刮符有沒有 其實是可以省略的 沒有刮符也沒關係 它這邊有刮符 前後有刮符 其實可以把它去掉沒關係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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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